上週報告觀眾 尼沙颱風快閃 台灣在昨天29號晚間 從宜蘭蘇澳登陸 雖然登陸只有短短三個小時後就出海 但是在宜蘭地區 先是一度無風無雨 不久之後就開始狂風暴雨 各地也陸續傳出災情 我們看看畫面上 位在濱海投城路段的電線桿 疑似就是因為被強風吹倒 當場是砸在油罐車上面 造成油罐車的前擋風 玻璃碎成了蜘蛛網狀 架子還坐在上面金魂未定 仔細一看被吹倒的電線桿 下半部是直接被砍半 整根電線桿已經擋住了車道 台電人趕緊派出了工程車 和工程人員緊急前來修復 那尼沙颱風登陸之後 在宜蘭一度刮起了16級的震風風大 再加上與視野大能見度非常低 還一度造成了4萬戶停電 而下一波颱風海棠又即將登陸台灣 民眾得全面戒備出門 小心幾聲